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北京当局2014年通过香港特首普选方案 同意香港在2017年民选特首 但是人选必须由北京提名 被香港泛民派批评为假普选 并且引发大规模的占中运动 这项充满争议的决议 港府依旧预定17号提交立法会审议 因此香港泛民派再度发起游行 争取真普选 多数泛民派议员也誓言 要在立法会否决正改议案 香港泛民主派14号发起拒绝假普选游行 游行民众从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集合 到位于京中的立法会外集会 他们沿途撑起代表争取真普选的黄色雨伞 高呼拒绝假普选的口号 游行由民间人权阵线和专上学生联会 等泛民团体发起 他们要求香港立法会投票否决 由政府提出的2017年政改议案 游行民众表示 这个政改方案并不是真普选 他们相信只要泛民议员不改变态度 政改方案不会通过 亲大陆和政府团体在游行队伍经过的接口 举办支持政改方案的论坛 双方一度发生口角 游行队伍最终抵达立法会集合 泛民议员逐一上台发言 表示将否决政改议案 庄社记者张谦香港报道 南海争议持续升温 6月12号菲律宾独立节这天 示威者高举旗帜和标举途步游行 国家优先组织在马卡蒂市 中国道路的驻飞领事馆前 发动反中示威游行 抗议北京南海造岛行动 将近300名铁马示威队骑着脚踏车 绕行附近街道高呼口号 菲律宾众议员和参议员等人都出席 并抨击北京南海造岛行动 制造拥有南海主权的证据 要求中国大陆遵守国际法 退出南海区域 抗议人士认为 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外部势力 让菲律宾人无法真正独立 这场示威活动近3000人参与 警方也动员百人到场维护秩序 国家优贤发言人卡西诺 也向中央社记者澄清 菲律宾人抗议活动 是针对中国大陆政府 并不会迁怒华人 对于5月25号的台飞公务船 对峙事件引起关切 卡西诺也呼吁 双方透过外交及对话的 友好方式处理 也诉诸军事手段 中央社记者林行健 马卡蒂市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象征妈祖绕境 照顾人间香火的舞蹈 让现场摒弃宁神 领会台湾固有的宗教文化 我国驻日台湾文化中心 日前在东京举行乔迁典礼 台湾无垢舞蹈剧场 带来富含台湾风土民情的舞蹈 希望将宝岛文化的火种引进日本 文化部长侯孟启致辞时表示 期盼日本人对台湾的印象不只有布公 而是能到台湾各地领略风土人情 记得刚刚以刺客丽影良 得到堪称影展最佳导演的口笑钱 他也曾经说 他深受黑泽民导演 武士电影和武士这种特殊 职业的生命哲学的影响 可以说台日双方的文化与美学的交融 跟与渗透持续不断地在进行 日本交流协会会长大乔皇甫表示 台湾拥有多元的文化 期待乔迁后的台湾文化中心 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平台 典礼共有超过200位对台友好人士参加 包含围棋骑士林海峰 女星田中千贵等 曾经在台湾拍摄《海角七号》 而走红的田中千贵 也希望能解交流 让日本人更了解台湾 为庆祝开馆 台湾文化中心还举办台湾文化周活动 除了无垢舞蹈剧场的表演 裁风乐坊 土耳磨砂淡水走唱团陈明璋 金曲奖得主罗斯荣 桑格伊带来精致悠扬的表演 另外还推出摄影展 呈现1930年到70年的台湾风土文化 庄社记者杨明珠东京报道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 在美国迈阿密举办年会 讨论飞安 环保以及飞航政策等议题 长荣及华航的高层也清零现场 IATA理事长汤彦林表示 各国政府借由与国际民航组织 密切合作 在飞安议题上已经获得显著进步 不过随着社群网路日益发达 飞安事故调查常受到舆论牵制 汤彦林也呼吁 相关单位以公正透明的态度来处理 针对过去一年多来 国际间发生的三起严重空难 包括马航MH370班机失踪 MH17班机遭飞弹击落 以及德国之役副机师蓄意坠机案 IATA也呼吁各国政府强化合作 建立普遍的国际标准 庄设计者李欣颖 迈阿密报导 华航空服员换新装 找来入围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服装设计师张淑平操刀 截取宋代美学和武林年代的气泡元素 加上现代感的色彩拼贴 展现东方女性的优雅 尤其是背面这条拉链更是展现曲线的秘密武器 很想拉链拉链 很想把他拉下来 老师很想把拉链拉下来是不是 我希望人家有这个想法 华人女性或是台湾女性比较保守 我觉得我们这次的设计 我们希望把东方女性性感的那一面 怎么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我相信他做到了 利耀张淑平设计的设计师陈瑞宪认为 这款新式旗袍除了优美更便于活动 所有服务旅客的行动都被纳入设计考量 舒适度很够 是因为他开叉有前面一个叉跟后面一个叉 所以其实那活动上都还很好用 不过这款新制服曝光之后 被网友调侃向无敌铁金刚 张淑平巧妙回答 这样反而更有个性更有力量 这也为空服地勤八月换装增添话题 中央社记者张新伟台北报道 在您关心美国2016总统大选 相较于民主党希拉蕊一支独秀的局面 共和党内争取提名人数爆炸 绅士看长的佛罗里达前州长捷布布希 数个月前已经展开竞选募款 外界预料他将宣布角逐共和党提名人选 现年62岁的他顶着布希家族的光环 同时也背负着政治包袱 是否能一如预期争取到党内提名 备受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亚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